现在呢我们已经勾好了 勾好之后我们拿这个长的线头 我们把这个线头给它藏一下 把这个线头穿上缝合针 穿上缝合针之后呢 我们在第一个中长针的位置 第一个中长针的位置 我们这里给它穿 穿过来 穿到后面去 带线穿到后面去 给它收紧 收紧 然后再从最后一针里 这个有点反光 看不清楚 然后就从最后一针 刚刚我们穿线头的位置 再从后面这一针里 然后穿到后面去 穿到后面去 然后这里就形成这个辫子针了 就是做了一个无痕的连接 大家从鞋底勾过来 但是勾过来都会这个无痕连接了 所以我就不再多讲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 给它打一个结 打一个结 然后把这个线给它剪断 剪断 好 这个现在这个小鼻子就是 它又就是有点鼓鼓的 就是有 就这样 仓面就这样 就有一点鼓鼓的鼓起来的啊 然后这个就是可准备好了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 好 现在我们来粘 粘这个组装啊 给这个小狗耳朵 把它耳朵粘上去 我们拿出我们的胶腔 像材料包里都配的有这种胶棒 大家可以拿打火机烤一下 然后涂在这个耳朵背面 涂在背面 往上面粘就可以了 材料包里的用的东西 都是需要用到的啊 然后我们找一个位置 记得两只鞋子粘的一样就可以啊 找一样的位置 然后把另一只也给它粘好 大致就在这个位置吧 让它耳朵就是有点飘一样的 大致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在下面这个位置 涂上一点胶 要粘这个小狗的鼻子 就粘在这个白色的区域 然后这个是左边的 这个是右边的 把这两个小鼻子 给它粘在一起按压紧啊 这个不能让它掉了 然后现在我们来粘这个小狗的眼睛 眼睛在上面 两边粘的就在对称 然后这个小鼻子 给它胶水涂 涂均匀一点 大家用胶棒的时候 记得不要涂的太多 太多的话它就容易漏胶 边上就会漏胶 然后把这个小鼻子给它组装上去 好 这样这个小狗 这个小狗就完成了 它的就是这样的 成品就是这样的啊 大家需要材料包的话 就去拍材料包 需要那个材料包就去拍材料包 材料包里就是毛线和工具 用到的东西都会有的 然后不需要你再买其他的东西 大家如果要防滑底的话 记得拍加防滑底的材料包 加防滑底的就是这种的 然后感谢大家的支持 优优狗 有点看 余 冇